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先进城市的1%至2低 考虑到市民和商户支持度 调整会尽量按现时结构 不会一次过上调至到和其他城市的水平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到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 介绍最新的经济情况 有议员关注4月零售业消货值 下跌一成半 质疑政府有没有提振零售业的措施 陈茂波说正向中央积极争取 提高访港内地旅客的免税额 我们的零售业是面对一个非常之艰难的一个时期 也都艰难了一段长的时期 有没有什么板斧是可以激活我们的零售业 例如一些措施可能是进一步提升访港内地旅客的免税额 扩大一些内地自由行的覆盖城市等等 一个方面就是争取内地访港的旅客 他离开香港的时候 是免税带回去内地的货物 那个金额是否可以提升 因为目前来说5000元这个金额已经定了很久 这方面就相关的政策局 就跟中央有关的部门 都积极在那里沟通争取 内地对香港的政策支持 这个是无可置疑的 同时间是推展不同的政策措施的时候 也都要稳妥按部就班 所以一点一点来 目前来说 你提的两个 我们都满怀希望 努力争取 看一些金额行情 恒生指数 中午收市报18498点 升418点 半日总成交817亿 最会要港股中午收市价 腾讯控股升14.4 凌富基金升4.4 阿里巴巴升8.8 恒生中国企业升1.74 美团升4.1 比亚迪股股份升13元 中移动升7.7 中国海洋石油升6.5 有帮保险升2.5 小卖集团升4.4 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7.5 有帮保险升2.5 中移动升7.7 港交所升5.2 煤气升1.2 人民币柜台最活跃港股以人民币计价 联想集团升2.2 米亚迪股份升12元 中国平安升6.5 中移动升1.75 美团升4.2 腾讯控股升12.4 港交所升5元 阿里巴巴升1.05 新鸿基地产跌2.5 华润啤酒升2.5 行申科技指数3791点 升100点 内地股市 上去A股跌16点 上证组合指数跌15点 深圳A股跌15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21点 有证券业人士预计 6月份港股走势会较波动 上星期市价跌得很厉害 其次结算没有反弹 其实今个月我们预计 淡友仍然会找机会沽下去 今个月我预计波幅会扩大 看法、速度都很朗下 很过山车 先修复18800这个位置 才好往上去之前的高位 全体下 天文台早上10点10分 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在全湾 市民出门都有担遮 但雨势就不算是太大 天文台说 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 和珠江后一带带来雷雨 本港广泛地区预料会有超过30红米的大雨 并且雨势可能持续 一些低压地带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 但亦都可能会引致山洪暴发 市民应该远离河道 而澳门气象局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预料雨势将会持续 低压地区会有水浸 市区的雨势火大地面有积水 警方呼吁市民应该尽量留在安全的地方 避免外出 以及避免前往低弯的地区 或者进入地庫停车场 中小学童幼稚园特殊教育学校下周停伏 警方说 有骗徒假扮、偵探社职员、法律团队等等 声称可以协助失害人追讨骗款 但其实是另类骗案 警方呼吁市民提防这类疑似骗案 被人骗了想拿回自己的损失 小心被人一骗再骗 一个女人四年前因为夺入刷单骗案 被人骗了百万元 她今年四月在社交平台 看到一个律师团队的广告 声称可以帮她拿回这笔骗款 随即联络对方 说骗款已经转到澳门的博彩集团 要求她在网站开户传钱 说要跟集团对赌 还说一定会赢 让她自己赢回当初的骗款 她最初成功拿回几千元 之后再传入超过110万 想拿钱时发现不成功 最终决定报警 发现集团是由骗徒假扮 同样二次受骗的陈先生 去年七月在骗案里损失60万 两个星期之后看到类似的广告 加上骗途的聊天群组经常有成功例子 她信以为真 先后七次将21万传入不同户口 作为服务费 最终也因为未能够拿钱 发现再次被骗 警方说这类二次骗案 今年头半年已经有六宗 涉款大约880万 最大一宗被人骗了600万 据了解涉及一名男中医 有一些受害者 是收到一些钓鱼的短讯 在WhatsApp里面 去假冒一些律师 然后展开一些对话 然后进行二次的诈骗 警方有提醒市民 寻求专业人士协助之前 应该充分了解对方的背景和专业资格 如果怀疑受骗 应该立刻暴警投作 警方又说 今年第一季 科技罪案和网上投资骗案 比去年同期上升 当中不少涉及假冒官员网站等 无线电视机就一等结议不到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待会再见 新闻时间 深水埗海滩街路陷 受影响的路段快线重开 慢线仍然要封闭 受路陷影响的海滩街路段快线 昨晚提早完成收复之后重开 受影响巴士路线恢复行驶原有路线 现场有交通改道指示牌 指车仍然不能够由桂林街 左转入海滩街 慢线收复工程仍然继续 当局争取星期三早早 交通繁忙时间前重开 至于快线永久收复工程 预计星期五早早交通繁忙时间前完成 警方上星期五接报 指海滩街有路陷 面积达到8米×12米 心底是4米 路政署和水务署派员到场检查维修 当局初步估计 路陷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与近日大雨可能加剧水土流失有关 暂时没有发现附近再有露含的问题 有调查发现本港超过三成长者 获医生处方10种以上的药物 认为多重用药问题严重 蔡卖会慈善信托基金 前年开始推出计划 教育长者药物管理和教育 至今服务超过1300人 调查发现三成使用者或处方10种药物或以上 甚至是有长者有32种药物 包括口服和注射药物等等 有医生说长者服用药物越多 对身体造成不良反应也都越大 日夜医生精减处方 确保医会人员定期为长者检视药物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雨勢不算是太大 天文台說一度廣闊低壓槽 正為廣東西部和珠江後一帶帶來雷雨 本港廣泛地區預料會有超過30紅米大雨 並且雨勢可能會持續 一些低瓦地帶和排水欠佳地區會出現水浸 大雨亦都可能引發山洪步伐 市民應該遠離河道 而澳門氣象局上則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到中午的12點15分改發黃色暴雨警告 市區早上雨勢頗大,地面有積水 警方呼籲市民應該盡量留在安全地方避免外出 以及避免前往低瓦地區或進入地庫停車場 中小學和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下午停駁 看財經消息 恆生指數中午收市日報18,498點升418點 總成交817億 最會的廣告中午收市價 騰遜控股升14.4元 盈富基金升4.4元 阿里巴巴升1.8元 恆生中國企業升1.74元 美團升4.1元 比亞迪股販升13元 中移動升7元 中國海洋石油升6.5元 有邦保險升2.5元 小米集團升4.4元 其他最藍籌股表現 活風控股升7.5元 有邦保險升2.5元 中移動升7元 港交所升5.2元 煤氣升1.2元 恆生科技指數3791點 升100點 內地股市上海A股跌16點 上正創合指數跌15點 深圳A股跌15點 深圳成分指數跌21點 財政司司長陳馬波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介紹最新經濟情況 有議員關注4月零售私貨價值下跌1.5元 質疑政府是否有提振零售業措施 陳馬波說 正向中央積極爭取提高訪港內地旅客的免稅額 擴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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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離開香港的時候 是免稅帶回內地的貨物 那個金額是否可以提升 因為目前來講 五千元這個金額已經定了很久 這方面 相關政策局 和中央有關的部門 都積極在溝通爭取 內地對香港的政策支持 這是無可置疑的 同時間是推展不同的政策措施的時候 亦都要穩妥按部就班 所以一點一點來 目前來講 你提的兩個 我們都滿懷希望 努力爭取 水務處处檢討水費 水務處處長黃欣樂說 現階段不會調整住宅4級制水費 住宅用戶分4級收費 頭12立方米的用水量是免費 之後每立方米的水 收大約4-9 黃欣樂接受報章訪問說 目前4級制水費有成效 現階段不會大幅度結構性改動 但目前水費經營帳目成本的 收回成本比例只有7.9 創有紀錄新低 需要及時調整水費 他說水費佔住戶開支低 是0.1%至0.2 軟價其他先進城市的1%至2低 考慮到市民和商戶支持度 調整會盡量按現時結構 不會一次過上條至到其他城市水平 休息回來有其他消息 法律團隊等等聲稱可以協助殺害人追討騙款 但其實是另類騙案 警方呼籲市民提防這類疑似騙案 被人騙了想拿回自己的損失 小心被人一騙再騙 一個女人4年前因為墮入刷單騙案 被人騙了8萬元 她今年4月在社交平台看到一個律師團隊的廣告 聲稱可以幫她拿回這筆騙款 隨即聯絡對方說騙款已經轉到澳門的博彩集團 要求她在網站開戶傳錢 說要跟集團對賭還說一定會贏 等她自己贏回當初的騙款 她最初成功拿回幾千元 之後再傳入超過110萬 想拿錢的時候發現不成功 最終決定報警 發現集團是由騙徒假扮 同樣二次受騙的陳先生 去年7月在騙案裡損失60萬 兩個星期之後見到類似廣告 加上騙徒的聊天群組經常有成功例子 她信以為真 先後7次將21萬傳入不同戶口 作為服務費 最終亦都因為未能夠拿錢 發現再次被騙 受騙人在損失第一次的金錢之後 朝思無想都是想拿回些錢 心靈上的損失都很大 警方說這類二次騙案 今年頭半年已經有六宗 涉款大約880萬 最大一宗被騙了600萬 據了解涉及一名男中醫 警方有提醒市民尋求專業人士協助之前 應該充分了解對方的背景和專業資格 如果懷疑受騙應該立即暴警投助 警方又說今年第一季科技罪案和網上投資騙案 比去年同期上升 當中不少涉及假務官員網站等 無線電視機則等結形報道 昂平360說 會在下半年推出一系列活動吸引遊客 目標回復至疫情前水平 本港全面復常 旅客量逐步回升 昂平360說 今年1月到5月中 日均客量回復到2018年9成半 與通關後去年2月至5月中相比 日均客量按年升四成 而今年頭四個月 纜車帶動的人均消費按年升兩成七 較2018年增加三成二 昂平市集人均消費也錄得升幅 客量分佈方面 內地、澳門和亞洲市場表現強勁 其中日均菲律賓旅客較2018年上升超過一倍 泰國就上升一成五 不過歐美旅客就錄得跌幅 主要歐美地區 我想依然都是受到香港和國際航班的運力影響 因為依然未完全恢復 所以依然有少許落後 菲律賓市場對於香港作為一個客源地 過去就算是疫情前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市場 如果看回旅法局的數據 其實過去一直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過夜市場 昂平360說 將會推出多項活動豐富旅客的體驗 包括下個月會推出動漫多 夢主堤纜車和雕塑等 又會在年底增加十部全景纜車 昂平市集方面 下半年推出以歷史文化為背景的全新嘗試展館 目標成為教育和文化旅遊地標 又計劃革新商戶組合等 我們看到尤其是疫情之後 旅客的需求或者旅客對於旅遊體驗 確實是有很大的變化 無論是逐點說打卡文化也好 又或者是對於一些相對慢活的感覺也好 大家都很有興趣 他又說內地開放更多港澳個人遊城市 相信對客量有推動作用 無線電視記者劉慧爾報道 受到風月影響 剛剛過去的週末和星期日 全港十大指標屋苑成交顯絕回落 新盤亦都在缺乏全新盤推售之下 交投急跌 在二手業主願意減價之下 原本二手住宅市場有轉活的跡象 但碰巧打風兼下雨 不少看樓預約延期或取消 影響剛剛過去的週末和週日二手市場的成交 全港十大指標屋苑只錄得約7宗成交 按週減少三成 港島區方面 劉慧爾花園歐座中層14室 使用免值466平方尺 兩房間隔以613萬成交 交轎價低35萬 使用免值呎價約13100元 原業主在2013年以560萬買入單位 賬免獲利53萬 九龍區方面 美富新村五旗行柏街7號中層私室 使用免值715平方尺 三房間隔屬於遺產物業 開價約738萬 最終2686萬成交 使用車價接近9600元 新界區仍然以江湖山莊交頭比較活躍 當中一旗樂湖居9座中層衣室 使用免值448平方尺 兩房間隔 而415萬賣出 使用車價約9200多元 另一中六旗美湖居7座中層H室 使用免值約540平方尺 三房間隔 成交價469萬 使用車價不足8700元 新盤市場就在缺乏大型銷售活動之下 按週大減超過六成 只有二十多宗成交 在設立後同期最少 當中位於將軍澳康城的Park Seasons 錄得約兩火成交 包括2A座51樓D室 使用免值436平方尺 兩房間隔 而超過655萬成交 赤價約15000元 無線電視記者昨晚報導 澳門上月賭收創疫情以來的新高 五月博彩收入超過200億澳門元 按年增長近三成 按月上升超過8% 是自2020年1月以來的新高 頭五個月累計 博彩收入超過960億澳門元 按年增長近四成八 有分析預計 六月份賭收會回落至今年的低位 有分析預計 這個策略其實都見到是有成效的 雖然6月的賭收 可能落到181億左右 但不需要太被關 我們預期7月會有一個比較不少的反彈 國安處拘捕一個62歲男人 涉嫌和前支聯會副主席鄭幸彤等人 發布具煽動意圖貼文有關 據了解被捕的是鄭幸彤的舅父 警方招作在沙田區將涉案男人拘捕 現時正被扣查 據悉,他涉嫌協助散布信息 警方上星期第一次引用 依據《基本法》23條定立的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拘捕鄭幸彤等人 涉嫌利用社交網站 發布具煽動意圖貼文 另外,其中一個被捕人 更加被揭發在網上訂閱平台 以金錢之助潛逃的羅冠聰 消息指 他是前支聯會常委 關鎮幫的太太潘又翠 案件至今抓了8個人 刘主任有空間 三萬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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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